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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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媒体曝光120张连环照片 陈浩铭开始紧张了 为了博得同情 陈浩铭拉上了他即将分娩的妻子召开发布会 向大家声泪俱下的哭诉 大有改过自新的姿态 陈嘉恒看在他妻子的份上最终选择撤诉 此次事件才告一段落 而对外界的各种质疑与评价 蒋丽莎回应道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丈夫 他都相信自己的感觉 不会因为流言蜚语改变自己的想法 然而关于陈浩铭的绯闻可不止这一件 一位曾经和陈浩铭有过合作关系的导演曾评价他 用过一次就不会再用了 不是演技的问题 而是他不太平 陈浩铭玩心太重 第二天拍戏剧本都没背下来 爱玩还是小事 这位导演口中的不太平 一指陈浩铭出道十来年一直绯闻缠身 在香港发展的时候 由于有公司的制约 他的行为还有所收敛 而进军内地演艺圈之后 没人能够管得住他 陈浩铭开始肆意妄围起来 2000年陈浩铭和叶璇合作过《风神榜》 2001年 两人又一次在一往情深中相遇 感情上刚刚遭受打击的陈浩铭又开始对他展开追求 那时候陈浩铭有古装王子的美誉 在内地拍戏时的待遇已经跻身一线 叶璇却名不见经传 面对陈浩铭的糖衣炮弹 他很快就沦陷了 刚开始叶璇还觉得他是一个温馨体贴的男人 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 他不仅对其他女性很热情 还经常跟女艺人出入夜间场所 在多次劝说无果之后 不到一年的时间 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 刚和叶璇分手的陈浩铭就在电影《情缘汽水机》的拍摄期间 和奢士曼发展出了感情 两人开始交往 还合作拍摄了《乾隆夏江南》等影视剧作品 被外界认为是TVB的金童玉女 不但如此 貌似浪子回头的陈浩铭多次在媒体上声称非奢士曼不娶 但由于工作原因两人聚少离多 陈浩铭改不了爱玩的喜性 经常出入夜场 凭借着名气和长相吸引了不少女伴 媒体曝光之后 他的回应是 我只是女性朋友比较多而已 我会更执着的得到一个人的爱 而且爱一个人也会很执着 话说的很漂亮 但是他的形式却又是另一种风格 2007年 本性难移的陈浩铭在街上和正家瑜热吻的事件被媒体曝光 这也让奢士曼下不来台 真凭实据 陈浩铭也很难做出辩解 这段早已淡泊的感情在2008年画上了句号 分手后的陈浩铭没有表现出什么伤心的情绪 在拍摄《幸福来窍门》中 又与张萌传出了绯闻 两人在剧中饰演的是相爱相杀的冤家 在剧外 两人显得更加亲密 张萌更是常常充当他的国语老师 两人工作之余还一同出去吃饭 鉴于陈浩铭之前的种种事迹 媒体也对两人的关系很关注 可陈浩铭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在这几年就连王金都是这么评价他的 陈浩铭就跟公交吃汗一样 2010年 陈浩铭凭借着活佛技工迎来了演艺生涯另一巅峰 他也凭借这部剧在内地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在此期间他不仅收获了视野 还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蒋丽莎 一说起蒋丽莎 大家最初想到的恐怕不是她的老公陈浩铭 而是五年生四胎 这恐怕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但在和陈浩铭结婚之前 她的生活还是可圈可点的 1985年 蒋丽莎出生在长沙的一个体育世家 表姐是我国体育界明星隋飞飞 她从开始接触篮球 仅仅经过六年时间 就在高中时获得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殊荣 2003年蒋丽莎刚满18岁 就报名参加了模特大赛 为了打好接触她请了一位老师 每天艰苦的训练七八个小时 在没有装空调的教室里咬牙坚持了几个月 有几次因为太热差点晕倒 就这样她最终获得了决赛的第三名 能够在众多优秀的对手中脱颖而出 这跟她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获得模特大赛继军之后 蒋丽莎被保送到北京服装学院 她一边在台上训练自己 一边在学校里钻研服装设计 走秀拍广告接待研 她的事业在有条不紊的发展 在模特行业上获得成功的蒋丽莎 眼光逐渐放到演艺圈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一个剧组的邀请 饰演剧中的女二号 这对她进军演艺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拍戏就意味着要休学 所以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因为她不想耽误未完成的学业 她说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 学习更重要 内外接秀是我的目标 可见蒋丽莎并没有被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冲昏头脑 她当时的愿望就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 让所有的模特都能够穿上自己亲手设计的服装 为此她继续钻研着她所热爱的服装设计 以优异的成绩读完本科以后 又被保送到法国 在此期间她疯狂地补习法语 目的就是为了完成研究生的学业 就在这个时候 26岁的蒋丽莎遇到了42岁的陈浩明 蒋丽莎也听说过陈浩明之前传出的诸多绯闻 刚开始的时候还很犹豫 但是陈浩明毕竟是酒精勤场的老手 在她的嘘寒问暖下 蒋丽莎很快就坠入爱河无法自拔 婚后的蒋丽莎放弃了自己小有成就的事业 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家庭上 面对媒体的追问她表示自己没有任何遗憾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 但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命运两季 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了对的人 结婚不久蒋丽莎就怀孕了 在之后的五年里又连续生下四个孩子 也就是说她刚生下上一胎就又怀上了下一胎 这样的频率再加上每次都是剖妇产 蒋丽莎身体和心灵上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 她在节目中也提过 我经常还喂着奶肚子里就又有一个了 坐月子也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坐月子的 陈浩铭为此也遭到很多网友的指责 他为自己辩解称 因为自己常年不在家 多生几个孩子在家陪妻子 让他不孤单 这种掩饰的口吻却没能让网友满意 现在的陈浩铭事业上没有任何起色 演技也受到很多人的指责 曾经令人惊艳的断育仿佛也随之消失 曾经对蒋丽莎发誓我养你 如今也变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生活不易 蒋丽莎乘着短视频的东风 从2020年开始进行直播带货 就连生病也没休息 还一度自嘲想挣钱想疯了 而陈浩铭即使也会出现在镜头前 但起到的都是背景的作用 蒋丽莎费尽口食的带货 一堆小孩在旁边哭闹 陈浩铭不仅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反而不管不顾在旁边说一些风凉话 积累多年的压力终于爆发了 当着六万观众的面 蒋丽莎跟陈浩铭在直播间大吵了一架 既要照顾四个儿女 还得不到丈夫应有的体贴 蒋丽莎实在是很不容易 不管她是真的能原谅一直绯闻不断的丈夫 还是不得已 也不论陈浩铭是真的宠爱妻子 还是为了炒作 这些都是他们的家务事 但与其做一个隐忍的妻子 不如成为让对方无法离开的女人 虽然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 但带货未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蒋丽莎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更好的发展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以解的话别忘记点点关注哟